欢迎收看关键的喜客 我们看到美国最近大动作的跑去ASMO 跟ASMO讲说 你不只是极脂外光机UV 你不可以卖给中国 你现在连DUV 生子外光机 你都不可以卖 他想说奇怪 你不是那些生子外光机 只能做成熟制程吗 而先进制程 你从7奈米 5奈米 3奈米 这些东西 如果没有极脂外光机 你本来就做不出来 在这个先进制程上 中国根本踏不进去 但现在的发展 可能超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 因为这是美国的一个商业周刊的报道 现在中芯 竟然成功地量产了7奈米 而且它不但成功量产7奈米 它还成功地卖出去 干嘛 它作为挖矿机之用 而这个7奈米的晶片 作为挖矿机 它的效能竟然比Intel 还要来得厉害 所以市场 我看了也吓一跳 你不是没有7奈米光机吗 你没有7奈米光机 你连做14奈米 你都已经很紧绷了 你的生子外光机做14奈米 都已经非常辛苦了 你现在不但14奈米 你已经量产了 而且非常稳定了 而且现在已经很多回销到南韩 中芯的7奈米竟然做出来了 而且中芯7奈米我是看不懂 他说这样的一个编排 跟台积电非常类似 而且我们前一任讲到说 美国想尽办法要跟这个荷兰 或是跟日本 Nikon Canon 等等 说你不要把这个生子外光机 DUV还有相关的设备 卖给中国 我们当时就想 那你不是要中国的这个半导体 完全发展不下去吗 你有必要这样子做吗 因为DUV是在生产 所谓14奈米以上的 14奈米以下就做不出来 你会必要这个样子吗 赶紧杀绝吗 就把今天的美国的网站 Tech Insight 他告诉了一件事 中芯已经把7奈米做出来了 而且他已经卖到 国外的挖矿公司的晶片去了 你没有极止外光机 你可以做出7奈米 那想说7奈米感到吹牛吧 没有 他就去算 他的挖矿机的效能比Intel还好 对 没错 这是他的这个 仔细看他的这个线路的设计在这边 那这是他主要的这个板子 做出来的这个板子 发现人家去看 仔细去看 这还真的是7奈米的这个技术 原本DUV被你封在 如果按照美国的蓝图是这样 DUV被你封在14奈米 那目前台积电是5奈米 准备要进入3奈米 对 我要要领先你3到4个世代 但如果真的7奈米做出来的话 台积电目前主要是5奈米 那明年要推出3奈米 这样差距变得很小 那当然美国会非常非常紧张 所以你就知道说 而且根据人家去算 把这个他的 因为他这个跟他下单的是 Mainervar的这个公司 他去把这个晶片拿来算之后 发现到说 他用7奈米做出来的一个晶片的运算力 其实比Intel还要更好 所以也就是说 他其实真的做出这个7奈米的晶片 那如果真的属实来说的话 是美国在半导体业 面临到中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追上来的时间点 因为美国现在我要封杀 你的先进制程有两个关键点 一个是你的车用晶片 一个是你的军用晶片 如果你的7奈米 真的可以用中芯做出来 也就是用DUV 生子外光芯做出来的话 那我要封锁你的车用晶片 我要封锁你的军用晶片 我就封锁不了了 你让美国看到这个消息 会特别紧张 为什么吗 反正你知道 Intel也要用DUV做7奈米 但他现在还没有做出来 就中国居然做出来 所以也就是说 接下来这个Intel是买EUV 才能够做7奈米 所以那显现在这个技术上面来说 中芯搞不好都已经追上了 在DUV的这个技术里面 已经用了如火存清的一个状况 所以中间居然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居然还是梁梦松 梁梦松当时用N加1的技术 你居然用DUV做出了14奈米 但你觉得不可思议了 他现在用N加2做出了7奈米 而且他说 中芯不但悄悄掌握7奈米的制程 这个已经出货超过一年了 那事实上这个根据人家这个 Tag Insight 把它拆解之后 他发现到说 他的7奈米的晶片结架 十分的完美 没有缺点 非常完整的这个状况 那就是他主要的这个矿工 摆在这个地方 那事实上我们跟大家讲 这个梁梦松真的非常厉害 那他当初挖它去的时候 他就说DUV我可以加到N加1 N加1就是说我用14奈米的技术 我可以到10奈米 甚至我可以加到N加2 也就是到7奈米的这个技术 但是你知道到目前为止 10奈米的产品你在哪里 没有人看过 7奈米的产品在哪里 原本也没有人看过 那人家都说你是吹牛 你是根本是这个不可能做到 就没想到今天就直接给你看 所以难怪美国会非常紧张 那于是这个Tech Insight 他把他的技术 把他整个晶片拆开来 就发现他说 原来你是怎样 你里面是用所谓的台积电的 相关的设计 还有台积电相关的这个图片 相关的IP在那个地方 也就是说他可能是用DUV 然后加上台积电的设计 跟台积电的IP 然后做出了这个 麦乐瓦的这一颗晶片 比特币的这个图片 你的N加2根本就是N加台积电 对 所以事实上这个时间点来说 当然有人去问台积电 台积电说我们毫无所惜 但目前为止来说 台积电绝对要留意这件事 万一他真的是用了台积电的技术来说 我们可以这个发动所谓的诉讼站 告这个所谓的中心半导体 因为中心起始之前 就已经有抄袭过台积电 被台积电告过一次 如果他真的再这样的话 那一定要想办法去把它提起这个 法律的这个诉讼 但是重点是现在中国死猪不怕滚水套 他跟你拼命还怕你告他 对 好 那于是就是这样 好 那于是人家就说 那个Malivar的公司来说话 大家去看说那这个是什么公司 抱歉 目前我们去仔细查来说话 他就只有 网页就只有这个样子 那没有任何的资料 所以这家公司到底是什么 我认为是这样子 就是中国一定毫无疑问 他一定要生产出7奈米的晶片 但7奈米晶片里面来说话 目前最好做的就是挖矿晶片 因为挖矿晶片来说 他的架构比较简单 但他可以用 他未来也可以把它升级成类似AI 你很多挖矿晶片弄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他也是准AI的晶片 所以我认为是中心的想办法 找到这个Malivar来下单给我 我来试产 我试产做出来之后 无论如何 我都一定要做到这个 所谓的7奈米的晶片 那你要讲 我认为是中国花了举国之力 在做这个晶片 为什么 因为他用DUV来说话 照理说就是10奈米 你要做到所谓的10奈米或7奈米 不是不行 但你要花很大量的 你要把周边的所谓的机台全部都换过 那所有的设计要全部都换过 那做出来的7奈米 一定是没有商用的能力 但是他有很高端的国防的能力 我如果用7奈米 他运算力非常强 我把它放在飞弹上面 放在什么上面 那会是非常大的威胁 这也是美国最担心的一个部分 也就是我现在卡你的脖子7奈米 对 可是你7奈米因为 我周边要配合的东西太多了 对 没错 所以他没有办法说我用EUV 极止外光镜 我可以大量的生产 是 可是问题是我不要大量生产 对 我还是生产出来啊 对 那我生产出来如果我是放在军用上 对 我飞弹就在几克啊 所以他就可以跟美国的气数 会拉得非常近 这就是美国最担心的一些 就没想到真的发生了 好 那我们讲 事实上我们今天的这个媒体的报载 是说他已经生产了一年 但他都不让人知道 那你去看中心的财报 的确是这样 那中心的财报原本是这个样子 他说我们这几年的贡献度来说 你看他揭露14-28奈米 然后40奈米这样子揭露 他没有说他有10奈米跟7 他从来没有在财报上面说 我有10奈米 我有7奈米 但其实他已经做出来 但他就是故意不写 而且他不写不说 在今年第一季 他公布财报之后呢 他就跟你说 我以后再也不公布什么 我的几奈米几奈米 我不公布了 不公布节点了 从此就盖牌 不让你知道他的技术 所以你就知道其实 目前为止 而且在6月的时候呢 中国的中科院 他有一个公告就说 我们要找那种 你会7奈米相关技术的人员 到中科院来报到 那你想说那你到底要干什么 你做不出7奈米 你要7奈米的人才干嘛 对 而且中科院是要做什么 中科院就要发展他们的武器 所以你看武器跟中心的7奈米 如果对上的时候 那这样的话是美国的 非常大的一个梦魏 所以你说 中国你居然在怎么封锁 他现在的想进跟各种办法 怎么样都把它弄出来 那我只要做出来 我成本再贵 我都要做出来 那除了这个 我觉得美国真的要开始 为什么会考虑要做DU 要封他的DUV 你不可以再卖DUV了 为什么我们再讲林本坚 林本坚是台积电的前研发副总 他还是我们的中研院的院士 那我们目前为止 所有的这个所谓DUV EUV 其实就是由他的理论弄出来的 那他叫做静润式微影之父 那他说了一件事 他说当初很多人就说 你DUV是做不到所谓的无奈米 但他之前接受媒体访问 他就说可以 他说尽管在多方的前置之下 中心的技术应该可以做到无奈米 那不一定要用非常昂贵的 这个EUV设备才能够 你说中心不用EUV也可以做无奈米的 对 但是他要非常多 他的成本 或是整个量力上面 势必会非常非常的低 但是他会想办法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你知道 至少可以做 如果用林本坚的说法 是可以做到无奈米 无奈米的话跟美国 目前我们台积电的三奈米来说 其实世代还是拉得非常近 也就是说你美国真的有办法 在整个科技上面来说 拉开跟 特别在国防上面 拉开跟中国差距 恐怕难度非常高不高 而且现在连日本的媒体 去调查中国现在的半导体 是 他在这一两年来 进步得非常快速 对 保杰 事实上过去 中国的生产线到怎么样 这是一个曾经在2016年去 中国的生产线的一个 台湾电子的公司 他说他去这个半导体厂里面 无城市里面 结果他说 中国用两倍的薪水挖我去 结果想说 我应该看到是一个 非常先进的设备 结果保杰 你知道 台湾里面看到什么 里面非常张乱不说 里面居然还有一条狗 在那边走来走去 他就觉得很失望 怎么还会这样子 无城市 照理说无城 结果还有狗在那边走来走去 他想说失望透顶 但你可以讲 从过去的失望 但是中国还是一直 不断的挖人 你看这是日经的 日经独卖的 独卖新闻的报导 他一直不断的挖 他用三倍多的薪水 不断的挖你 反正不管怎样 我就先挖你来再说 挖你来之后 你看后来他还挑到别的地方 反正他不断的挖到 台湾的人才 然后再加上这样 从2016年生产线有狗 狗到现在为止 他已经用他的DUV 做出一个7奈米的技术 你就知道他这几年 中国半导体进步的速度 的确是超乎我们的想象 所以现在美国就很大的压力 对 难怪他最近跟ASMO的 较劲越来越激烈了 对 为什么这样说 我们刚才讲 EUV是往这个7奈米以下做 但是DUV呢 目前随着这个 艾斯莫的技术越来越先进 他从原本的14奈米 已经可以往前推到10奈米 往前推到7奈米 甚至他在未来一段时间准备要推出 所谓的7奈米制成的这个DUV 也就是因为这样 那加上说你中心已经靠DUV 就可以做到7奈米 所以让美国当然知道 如果不在这个时候再封住你的话 如果真的他推出所谓7奈米 可以做7奈米的DUV 按照中国技术 可以把它推进到N加2的时候 那是可以做到3奈米 那还得了 所以你如果没有封住它 你永远 中国的半导体还是在后面追来 追着人那么赶的时候 有一天一定会被中国给翻盘 好 这个 你是交大电子物理博士班 你看这个东西 这个真的中心这个7奈米 真的是有学问吗 我觉得应该不是说很有学问 就是说中心真的有那种 突破美国的防守的味道 因为一般来说我们都认为 你用7奈米就要极止外光漆 你做不到极 你拿不到极止外光漆 你7奈米基本上被卡脖子 可是今天中心竟然做出了7奈米 而且我看到它产品的效能其实还不错 并没有差 这7奈米的Gmail 我看它的功率是95到105THS THS其实是它意思什么 每秒运算一兆次的计算 就叫THS 所以它每秒可以运算到 大概105兆次的计算 每一秒钟 可是我跟谁比 跟Intel比 Intel既然只有它的一半不到 它每秒只有40.4THS的计算的算力 那有人说 可是你运算很快 你可能会比较耗能 因为我们挖这个比特币 挖矿 除了最主要成本 除了这个显卡之外 就是冷气和电费 对不对 就它耗能是单位时间3100瓦 而Intel二代2293瓦 等于说Intel它的耗能 大概是它的省掉三分之一 可是你算率人家一半都不到 所以你可以看到 对于挖矿 如果这个东西可以做到的话 它可以什么 第一个 长时间高效能 不间断的计算 这个对于挖矿很重要 因为挖矿很斤斤计较 我会去算我单位时间 花了多少电 我可以拿到多少比特币 那这个成本是什么 如果我这个不划算 我宁愿去买NVIDIA最好 可是NVIDIA太贵买不到 所以这件事情可以知道 中兴是有一定实力的 第二件事情它实力的水准 大概到哪里 它因为用生子外光机做出7奈米 对不对 不要忘了 当年在2018年 那时候7奈米技術 刚问世的时候 第一个格罗芳德宣布 我再也不碰7奈米 我放弃了 所以换句话说 现在中兴已经超越 那个时候格罗芳德 第二件事情 那个时候 2018年的时候 三星认为 我一开始用极竹外光机去做7奈米 台积电说 我量场初期用生子外光机 后来稳定的才用极竹外光机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推断 中兴半岛体 现在约略等于2018年台积电产量初期的工艺水准 而且我们刚才这个技术已经呈现一年了 对 所以2021年的中兴 其实已经有2018年台积电初期在处理7奈米的这个水准 其实相差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大 而且他想说这个版本 跟台积电非常类似 对有人说他偷台积电的东西 这个是有可能 但是anyway 因为现在才刚曝光 所以里面的技术细节会有专门的 我跟你講台积电的法务 还有工程师现在一定在研究他的技术细节 我先不谈偷不偷 我偷了我也不见得做出来 所以这件事情 你可以看到台积电一定要把他交代清楚 因为台积电不交代清楚 美国人怎么看 所以说第一个 不止美国人看 他的商业也要交代清楚 对 所以台积电现在一定会 因为我这样讲 7奈米在台积电还是非常重要的 豁免的今天 所以台积电已经会去查 所以他的技术规格 他说里面的 有没有专利陷阱踏到 我们晚点一定会知道 可是我谈的事情是说 就算我抄袭好了 我在2021年的时候 就差不多等于2018年年初台积电 其实两边相差没有大 差三年而已 最后一件事情 军事上的应用7奈米够了 保洁 可是这个重点 我们一直以为中国 这个被卡脖子之后 未来军事大概完蛋了 可是其实因为一般来说 我们军事需要他的可靠度 比较高一点 不会用到太高 你看像台积电 现在美国盖5奈米厂 二到三年后完工说5奈米是做 美国的军事运用 所以现在的此时此刻 7奈米其实已经够用了 所以可以满足中国需求 所以真的不要小抗中国人 为了要突破这个卡脖子技术 而出来的努力 可是美国现在 新的晶片法案要求什么 未来可能连生子外光机 我也要卡你脖子 难怪现在这么紧张 那个晶片法案 对 因为状况是这样 之前觉得说 我卡你几子外光机 应该就可以卡7奈米 可是没想到 不想被揭露 中心靠生子外光机 就可以做出7奈米 所以现在老美在思考 我连生子外光机也给你卡 看你怎么办 所以这一系列 那艾斯莫不接受啊 对 所以说那是外交统计 老美跟艾斯莫的讨论 那未来说 我砍你脖子 老美晶片法案可以说 我可以补贴你多少 所以这件事情 后面有了 你说现在在谈判阶段 所以说这件事情 你只是看 未来中国怎么跑 可是我讲现在 中国真的不容小觑 但是林北杰讲了一句话说 你当然可以用现在技术 去做到5奈米 可是 他说那个非常贵 而且你很难大量生产 那你不能大量生产 你就不能市场化 第一件事 但是我认为 深紫外光机应该不可能做到5奈米 但是做到7奈米 是有机会的 可是这个非常非常贵 为什么贵呢 我讲一个逻辑就好 因为极紫外光机或深紫外光机 实在在机面上去做雕刻的用 那简单来讲 你要做精细的雕刻 用粗的雕刻 请问你雕了是不是雕得很累 或雕得很慢 或是说不小心 力量大力就突破掉 那逻辑是这样 就是说这个的良率一定会下降很多 可是如果从工业的角度来看的话 中国解放军权没有问题 我做一千遍一万遍 坏掉之后一遍可以用 我放在我的战斗机 我飞到上就可以了 所以在军事上绝对没有问题 可是在这个所谓的商业上 绝对不可能大量推广 我们是外行当然搞不懂 什么DUV EUV差别在哪里 这个图就可以看得出来吗 对 因为我们就讲 EUV跟DUV它重点在 它写去用那个雕出来 那个笔尖的这个状况 你有没有注意到 用EUV雕出来的时候 它是比较完整 比较工整的一个状况 而且它线路的通道 其实维持大概的这个宽度 可是你看到它其实 用DUV做出来是歪七扭八 对 Y七扭八的时候会怎么样 那电路通过的时候 有的出 对 有的窄 对 电路通过的时候 有时候会比较混乱一点 所以为什么用 因为它彼此之间 会有所谓的杂讯 会互相干扰 所以这线路的宽隙 其实它都有它的固定的原因 所以用EUV 我们来看这个 就像我们在玩电流棒一样 它的非常的一致 那这样我自己在玩电流棒 我的手都会比较稳定 可是我玩电流棒最怕什么 一下出一下戏 每次都挂在这里 虽然最后的功能可能差不多 但是这个良率 或者说它使用出来的 效果就会有差 所以这是所谓EUV跟DUV 在线路上面 会出现的一个不一样的状况 那你一念 你想也知道 我比较整齐的 这个画一的这个做法 当然良率会比较高 这种良率就会比较低 而且它会歪七扭 它每次歪的 不一定是一模一样 所以你知道说 这就是 又为什么用DUV跟EUV 会出现的一个 差异的这个情形 那重点是 中国只要做出来就好了 当然对中国来说 他不在意的 就是说成本 跟这个所谓的效益性 他不在意这个东西 但是如果你要说 他可以做得出来 那种七奈米 那他绝对是 可以用DUV 或许可以攻克那一天 好那另外 现在在全世界 注意中国一个东西是 现在中国有一款的 GPS的追踪器 他竟然已经卖到了 几百好多的国家去 他竟然是 这些东西 对 会被中国所控制 是 他是放在车上 对 这些车上的GPS定位是 我可以控制你的台车 我可以控制你的游路 我可以控制你的安全系统 对 没错 他是一家MICRODOS的 出了一个所谓的 GPS的追踪器 那这是为什么要 GPS追踪器 我们知道其实 包括很多送货员 包括很多这个车队 我当然要在车上 装个追踪器 然后让母公司 可以追踪得到你嘛 就没想到 美国的这个 美国的这个 网路安全 基础架构的安全署 他就说 我们发现到说 这个来自中国的 这个MICRODOS的 这一款的 这个GPS追踪器 它里面有后门程式 那可能会对这个 驾驶人 形成一个重大的 安全的威胁 就没想到美国去追 追踪之后 他发现到说 目前为止已经有150万台 然后片子169个国家 用户有个人消费者 政府 军队 警方 还有企业 那这就是目前为止 已经到169个国家 这是目前为止用的 红点就是 它有使用的地方 那你看台湾信号是没有 台湾没有 你看日本啊 韩国啊 东南亚都有 然后欧洲是最多的 那另外美国也有 然后这个巴西这一带也有 就没想到 哪一个国家最多吗 居然发现是乌克兰 乌克兰 所以你就知道 会不会就是 乌俄战争开打之后 中国会把这个数据 直接洩漏给乌克兰 好啦 它到底会怎么样呢 你看在漏洞里面来说 有几个地方 它可以用软体去挟食 你的这个用户凭证 也就是说 我可以控制你 所以说我要输入软体 去控制我的这个台子 但是我可以用 额外的方式 我写进去说 我就可以完全控制你 我就可以完全控制你 你说我可以包括渗透啦 包括说你里面的所有资讯 我都可以知道 甚至我可以改变 你的相关的这个内容 我都可以知道 所以这等于是说 你看还可以切断油料 因为很多GPS 它其实跟油料 互相的联系 就是说我可能一天 可以开几公里嘛 对 我限制 我可以直接给你切断 那所以呢到事实上 这个对美国来说 形成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威胁 那除了这个之外 事实上美国现在 也在查另外一件事 什么事情呢 美国因为很 因为我们到美国现在 有很多飞弹的发射警 飞弹发射警 他们赫然发现说 我们过去的在美国 有非常多的这个网路设备 或是所谓的基地台设备 用的是华为 但是我在这个发射警旁边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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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基地台 可能用的是华为的时候 假设我要发射的时候 我这个地方 訊号会不会不一样 那不一样的时候 会不会被华为监测到 他会吸引 那华为监测到之后 他会不会就直接 趴回去给这个美国 中国政府说 你这个导弹要测试 要怎么样 所以现在美国 已经准备把 就是包括说像军事基地 还有导弹发射警 相关的一些所谓的设备 全部都要把它拆换掉 包括手机基地台 或是5G设备 或是甚至是 连网通设备 全部都要把它拆换掉 所以现在美国 准备在查这件事 如果真的不查的话 有一天搞不好真的 中美之间起冲突的时候 这些数据完全都会被美方 而是中国大陆所掌握住 最终 你说华为有这么多的功能 你任何的讯号的改变 华为的手机都可以 对 那事实上 我们就讲 事实上前一阵子 我们这样 iOS里面有一个系统 就是说你可以偵测 说你可以打开这个 譬如说微信 譬如说这些系统 你可以知道说 他有没有在读你的讯息 结果没想到 人家现在都看 上网在po出来 你看他就说 我打开 我们一个晚上都没有 打开过微信 结果没想到微信自己 他后门城市就在读我的 他等于就在读 他在扫描我的所有的照片 这是他们扫描的这个状态 就是他可以反监 反侦测 iOS有一个功能就是这样 他就反侦测 那你看 因为他是隐私的这个状况之后 你看淘宝也是一样 我都没有开喔 QQ也是这样 然后美团也是这样 就是说 我再没有用的状况之下 他居然就自己进到我的 网页里面来扫描 扫描我所有的东西 你就知道说其实 中国的所有软体 好可怕 都暗藏有这个澳门 在那个地方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美国一定要把它查出来 否则真的有一天 美国所有的资讯 都会流到中国那边去 好 所以提问 现在中美之间 这些东西 刚刚讲的 原来你的卫星定位 你的所有东西 都已经变成 两边的国安问题吗 还有 美国千想外想都没想到说 我已经封住你的DV 而且中兴以前 根本就是非常落后的 这个部队 怎么现在一下子 7奈米都做出来 7奈米做出来 对美国真是很大的威胁吗 对那个中国他常常有 有钱好使鬼推磨嘛 所以他其实用钱去买 然后甚至于去欺骗 我相信当中一定有鬼 就是说中国他 如果想尽办法 都在窃取你的资讯 是不是要 那他做这个东西干嘛 跟也跟他的北斗卫星 都有关系的 所以你看到我们现在 你看到台南舰 现在之所以能够到帛琉去 我们封锁消息 对 结果呢竟然还可以 被他的卫星政策到 那他为什么知道 我们台南舰要出去 那为什么知道说要去帛琉 为什么要去这个地方 因为同一个时间 你知道在过两天的时候 我们还有另外一艘船 叫巡护八号 也在高雄港跟着出去 跟着出去干嘛 那一艘船才是真正 我们每一年在中西太平洋 进行非法捕鱼的巡护计划 对 所以我们每年都派一艘船出去 这是正常的 但是问题是在这艘船 前面那一艘台南舰 台南舰 出去为什么要被抓到呢 然后现在呢出去之后 回来的时候 轨迹图也都被公布了 所以什么意思呢 即便我们做到那么严密来讲的话 他的卫星系统 他都在政策我们 因为这也涉及到未来 他怎么去准备拿取台湾的一个东西 所以说台南舰这件事情 当然对我们台湾来讲 原来还太平洋军演 我们没有参加之明 但有参加之时 在还北太平洋军演的时候 我们的台南舰 竟然到了帛琉附近 跟美国跟日本 我们进行联合的一个演续 我们当然很高兴 可是没有想到中国的网站 竟然把你台南号 什么时候离开高雄港 你每天的信息在 台南舰已经把我的定位 已经关掉了 在关掉的状况下 我还可以每天清楚 把你的位置给定出来 真的是北斗卫星定的 那是北斗卫星 台南舰已经把AIS 把它关掉了 关掉之后 还可以这样子 那事实上是我们跟 柏柳有双边的海巡协定 我们跟美国之间 没有双边海巡协定 比较特殊的是什么 日本也参加了 所以日本参加的主要原因 可能就是因为 美国邀请日本去参加 那它那个规模 就等于像什么 環太平洋军演之后的 这些海巡相关的 舰艇的一个联合演习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在表面上说 我们没有参加 这个環太平洋军演 台湾这个没有被 受到邀请参加 但是事实上 美国太空太空 马上用一些方法 然后把台湾拉进来 拉进来之后 也不要让你知道 也不会 所以那个台南舰出去的时候 事实上是在保密的 是在封锁消息的 也不愿意让这个 中国去知道这件事情 但是没想到 中国每天紧盯着 美国的Costco 也紧盯着台湾的Costco 所以呢 你船一出去来讲的话 它就会做这个动作 而且我们到那个 现场去的时候 不是在做什么 非法捕鱼打击 或是海上救难 专门在什么 中共它太多 那什么海上民兵啊 或是灰色地带的 这些作法 所以我们所有的这个演习科目 都跟灰色地带的打击 是有关系的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这一个事情来讲 当然不是我们这边泄密的 是中国它有很多技术 可以去抓住了 我们的很多相关东西 那未来呢 我们如果跟美国 现在接下来汉光演习 然后要跟美国接下来 在后续的这个 西太平洋进行演习的时候 中国一定是紧盯的 这个这样的演习科目 而且我们讲 你可以知道台南舰 这代表你台南舰 所有的通话的所谓的频谱 你所有的基本资料 那是被老共抓到了 是老共抓到了以后 所以我们关掉了以后 他才可以用北斗卫星 主动侦测到 对 因为我们的所有的海巡官兵 其实早就已经被上面下令了 不能用中国这个制造的 相关的手机 对 所以这早就已经做一些 律定了 严密的规定 所以为什么 因为我们几艘舰专门 是未来就凭战转换 要专门在做战争用的 不是说单纯补鱼用的 所以 这个大概五十多名的这个官兵 应该已经都被要求说 手机要关闭 或者是手机已经被上缴 或者手机都不能用 属于中国制造 比如说华为的 或是小米的 或是什么其他这些手机 但是为什么还可以被侦测到 那就是中国自己的卫星有在侦测 我还听说说 美国只要在美国有任何的飞机 只要起飞是往台湾走的 事实上 中共的卫星都紧盯着 就像上一次我们曾经讲过 阿汤哥那个在拍片的时候 那个高科技的这个东西 事实上是没有那个东西 结果竟然是什么 中国会动用界点卫星去侦测 代表说中国对于美国 台湾之间的一举一动 就掌握得非常清楚 而且每天都在紧盯着 董事长你想说 现在台湾 中国美国 中间有一个最敏感的 就是裴洛西到底要来台湾 而这个传到什么 我自己都吓一跳 有这么严重吗 裴洛西想说 他来可能被中国的飞弹打掉 另外讲说 现在他来了以后 中国会在这边搞一个禁航区 是真的会闹事了 裴洛西今天在白宫的这个 他周四的例行记者会上 被美国的记者询问这个事情 问到他有关说 这个美国军方对他来台湾 访问的这个关切 他说他没有跟总统谈过 没有跟拜登谈过这个事情 他说他是不是说 他也没有去跟军方沟通过 那是不是说他的飞机 如果飞到台湾上空的时候 会被中共解放军的空军 把他打下来这个事情 他也不知道这个事情 但是基于安全考量 他的这个访问行程 他是属于国家安全 National Security的议题 所以他不对外宣布 他今天的说法是这个说法 关键我刚刚讲几句 他没有跟总统沟通过 他也没有跟军方沟通过 那总统跟军方怎么谈法 他也不知道 所以这个事情是 看起来是个非常无理头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必须还原到当时 拜登在搞什么东西 拜登怎么谈这个事情 拜登当时记者都来问的时候 就问这个佩洛西访问台湾 因为金融时报 已经写出来这篇东西 那拜登就是结结巴巴讲的 他说我认为军方认为说 这个到访问台湾是不好的事情 那这个什么我认为军方认为 这到底怎么回事 这我认为拜登胡说八道 为什么你知道吗 我告诉你 全世界最喜欢跟解放军打仗的 就是美军 美军想打 美军不跟解放军打 他跟谁打 他把他跟台湾打 美军最爱跟解放军干的 现在趁早把他干掉 他最高兴 他把他二十年后干多难搞 今天打多好搞 现在从二十五年来 最高层的美国第三号的 第三号的人物就是 Lancy Pelosi要来访问台湾 这是天大地大的事情 好 那我问你 在这个来会发生什么 多大后果性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在十天之内 拜登要跟习近平通电话 如果说他要来台湾的话 那你说这个电话还打得下去吗 打不下去了 我不知道 是不是因而变成 有更增加了 这个拜登跟习近平之间的 谈判筹码 他可能跟交易出一个 什么东西出来 不晓得这个事情 所以拜登在干什么 我们完全不知道 然后中国这边是什么 中国这边就炸锅了 最炸锅就是习雕牌先炸 如果佩洛西来的话 我们就要解放军的飞机 就要飞到台湾领空又来了 胡雕牌都来了 他又来飞台湾领空 那好 我就回到 这两边的文宣消息打完以后 我们讲个务实的东西出来 那佩洛西有没有可能 因为你中共的军方 或中共的北京当局警告我 然后我就不敢来台湾 不可能嘛 他现在选举 他在其中选举 他不敢访台 那亚洲行程 不是只有访问一个台湾 还有日本 还有菲律宾 马来西亚 其他国家 他就跳过台湾 那被全世界笑死 那佩洛西马上 今天共和党的参议员 立刻跟进 鼓励你去台湾 鼓励去台湾 而且希望他邀请他们的这个 Congress的资深的共和党议员 陪同代表的是这个Biparty人 这两党共识访问台湾 你说你担心被飛弹打下来 我共和党不怕 共和党说我陪你去 搞起来 那好 那这个气氛一出来 请问你 他能够不来吗 这个问题就是 我现在判断这个问题 如果现在 你知道现在是骑虎南下了 骑虎南下嘛 我根本上认为说 这个事情就是说 拜登这个东西就是 瞎缴获 缴获出一个疲漏出来 那本来这个事情 不是一个很大的议题 现在被整个炸锅了 炸锅的情况之下 裴若西自己面对的记者也访问 也表态完这个事情 共和党进来掺和这个事情 那我请问你 我地区在选举 你们能够搞这些事情出来 我弄得最后变成 我怕中国不敢到台湾来 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政治人物不能被贴这种标签的 所以说他一定 所以我的判断 我大概百分之五十一 我现在这样讲 不敢讲多 因为美国不是很懂 裴若西如果不来的话 他就丢脸了 所以我为什么裴若西 会来台湾 这是我目前的解决想做 好 那来台湾什么状况 好 你现在讲 中共宣布 先瞎缴获 宣布台湾上空为禁航区 我们上次听到禁航区是哪一个国家 是乌克兰嘛 对 乌克兰要求北约把乌克兰上空设定禁航区 北约不敢干嘛 对 为什么不敢干 因为他设定禁航区 那个俄罗斯的飞机就进来了 对 打还是不打 非把他打下还不可 那好 我请问你 中共敢把台湾上空给我设定禁航区吗 他不敢吗 他敢 我们飞机航区他怎么办 我们自己台湾本身的空军 这个禁航区他怎么办 他要不要打 他不敢打吗 他非打不可 所以不是那么简单 这CNN我觉得也是很奇怪的缴获 而且引述美国官员的讲法 就是瞎缴获一通 老共没有这个实力 在台湾上空设定禁航区 没有这个力量 好 那最后一个结论 我先讲很简单 我认为他会来 那来的时候我请问你 那他的护卫机 护卫机队 是用哪一国的护卫机队 台湾吗 当然不是台湾 不是台湾 他的护卫机队是美军 美军要来台湾 但是美军护卫他到台湾来 所以CNN才说 我要把你弄禁航区 让你美军不能来吗 美国人怕这个吗 不怕吗 他就不怕 他要敢来 他不是空中禁航区 他马上护卫舰也来了 你要搞我 通通全套给你 全套装武器一起跟你来 你这样把我吓死了 我本来陪洛西这个事 我是看热闹的 你这样讲到我 毛骨手燃了 所以这个是 这个整个故事 背后会扯出很多事情 没那么简单的一件事 就是一个胡叼盘 瞎搅祸 北京开始就 闹闹闹闹闹闹闹 整个事情是意外 而变成事件 就好像我们赖清德副总统 到日本去一样 当时是意外事件 我相信一定是 安倍家族的主张 就变成一个政府 跟政府的官方事件 这个筑记 就变成一个官方事件 就是官方的高层 能够降落到日本的本土 接受要 所以裴洛西 这个很好玩吧 你只是众议院的院长 你整个美国历史上 也只有一个福特 而且福特是两个总统 总统不总统都挂了 你才可能去当做 没有那么重要 你把他提那么长 现在大家都骑虎难下了 好 你要讲的是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美国的高官到台湾来访问 在法律上云不允许 那我们不是前两年 刚刚川普通过了吗 双方互访已经没有问题了 是美国拜登自己自我设限 才搞出那么多事情 本来应该正常交往 一点问题都没有 这也太夸张了吧 整个港口堆满车子 我想讲到 他说有一千台的porch 有几百台的兵力 几千台的奥迪 进去了以后 你里面的零件 里面的零件有哪些问题 美国FBI都知道 然后这些零件 不准进到美国 不久前的时间里面来说话 这个一艘船 载着德国的车 还有欧洲的车 要准备进入到 美国的港口的时候 突然之间保健道 他们要准备卸货的时候 那些美国海关就说 不准卸货 不准卸货 他们说为什么不准卸货 为什么 他就说你们这里面来说 有一千台左右的保时捷 还有几百台的Bentley 还有几千那样的奥迪 我们怀里面的零主件 可能涉及了 来自所谓新疆这个部分 那这个新疆的部分 他们说有吗 他说有 我们查出某个地方的 某个零主件的 某一个小的part的部分 它是来自新疆的部分 所以呢 所以就算里面有一个螺丝 有一个铁片 来自新疆也不可以 都不行 那结果这些车呢 因为你违反了美国的 新疆的劳动法之后 不好意思 请你原船遣返回去 就没有啊 德国的这个Volkswagen 或是这些兵力他们厂商 就说好 那现在怎么办呢 我们就知道这个 这个原本交车呢 是在最近一段时间 他们就已经通知了 美国在地的这个 这个接货的人就说 那我们三月再交货给你 那三月就以 他们要把船开回去 开回去 重新再把它这个 零主件的一个小的部分 把它重新换装 不是来自中国的部分之后 再重新进到美国的这个状况 大家想说这个 有这么严重吗 你看financial tax 还完整的报道了 整个这个状况 就是美国做到真的是 完全是兼臂亲野 哪一个小零件 它都完全把你插得清清楚楚 这时候你常常讲说 美国它的情报力 是全世界低 而且它已经要对中国 进行了一个封锁 中国跟他讲 新疆任何的产品 不可以进到了美国 我想你有办法 上穹必落下黄泉 他们真的做到了 那这个financial tax 报道没多久之后 Volkswagen承认说 我们制造的零主件 可能违反劳动法 那我们制造车款 已经被拒绝输入到美国去了 好 那福斯 Volkswagen的车 不能进到美国去了 对 那福斯就说 我们现在这个 有此问题 跟小型的电子零主件有关 那这个零件在进行更换 也就是说真的是 小到不行的零件 那后来这个人还要去查 这家公司的事实上 位于乌鲁木齐的这个公司 那其实它供应的 只有2万辆车辆 2万辆车辆 其实在这个对比 其他这个大的这个零主件公司 它是小公司 就没想到美国 连你这家公司 这个东西 我都完全知道非常清楚 所以就说 目前为止 他们还查这家公司 说这家公司 不只是这个跟 跟这个 车检到这个新疆的问题 它可能跟解放军 也有一些关系 所以我们把它查到了 那要查到的时候 那为什么美国会知道吗 事实上美国 已经针对所谓的 这个汽车零主件 里面来说 你有涉嫌到 可能违反新疆劳动法 他都已经给你处罚了 你看 他们之前就处罚了 一堆 这个电子产品 有什么宁波军胜 这个深圳的这个德润 然后电池一大堆 铜的 然后甚至 钢的 铜的 汽车里面的那一桩 然后铝 然后轮胎 他们已经查了一大堆 这家公司原本 不在这个行列里面 就没想到他们还查到了 也就是说 因为你这个小的 原本一开始的时候 Volkswagen发生了这件事情 他还不知道 那个东西是 在中国 可能涉嫌到 这个新疆劳动法 他都不知道 你说连Volkswagen 自己的总部 他的总经理都不知道 这个零件跟新疆有关系 他完全不知道 不知道的时候 他们现在这个 这个几千台的这个车子 就只好 原这个可能要回到 德国那边 重新再把这个 零主件更换之后 然后才能够再输到 这个美国去的一个状况 所以难怪 中国的股市会跌成这个样子 因为美国对中国 真的是所谓兼臂轻野 好 那我们讲 实际上我们跟你讲 中国的这个汽车 你说真的要涉嫌到 这个所谓的 完全都不能够 这个新疆的劳动 他说实在真的很困难 保险我讲个例子 给大家听好了 那事实上这个 上汽跟这个Volkswagen 他们一起合作 那一起合作的时候 你车子总要测试 对不对 就是测试的时候 他们就在这个大众 跟这个上汽他们合作 在库勒尔这个地方 在新疆这个地方 对他们建了一个全球 最大的试车厂 你说这是一个试车厂 这在新疆 Volkswagen 这边有个大的试车厂 没错 那他这个大小是 3270个足球场的大小 那你看这里面的场地 是什么 因为他故意把它选在 新疆这个地方 他最热最重的时候 可以在51度 最冷的时候 可以到零下 約莫25度 最等于汽车那种 所谓零界子我都有 所以可以做极限测试 对我做极限测试 在这个地方 你要多少路面 多少路面 你看他这个路面 做所谓有跳动的路面 然后有沙的路面 这样各式 我车子就在这边 不断的给你测试 他等于是 这个地方是最好的 天然的测试厂 而且你有那么热的天气 极端气候 在考验你的车子 所以做出来一定是非常好的 所以你看 他们有时候开在 你看这里面 这么大的一个场地 这么大场地 有3270个足球场 对 什么都不做 只是给汽车来做实验 对你看他就开在这个 故意看在这个尘土的路上面 然后再看说 你这个尘土飞扬的时候 对我进气的时候 会不会影响到我车子 这个整个状况 什么地形都有 然后呢 因为他这边很多风飞煞 煞很多 所以我开完之后 我可以把这个内装打开 做组装的时候 这个边条 有没有什么样的 这个气密的怎么样 我可以做非常多的 这个各式各样的测试 连这个里面的S型道路 你看扬城了起来之后 最后可以测试 看看我的这个组装的密合度怎么样 然后S型道路坡撞道路 各种瀝青坏掉的道路 各种各式各样的道路 甚至还有最好的这个 这个所谓这个柏油路做出来的 最好的道路都有 我都可以测试它最高速的 而且它是有一个弯曲的这个面 弯曲的面最高速它都可以开到 200公里以上 而且还有爬坡路段 各式各样 所以等于是说它这个地方的测试 是全世界最好的测试 我都没有想到 新疆对于中国的汽车产业这么重要 对好那除了这个之外 他们还有大气曝晒 就是说把这个车子放在这个地方 放在这个地方晒 然后放在这个地方 春夏秋冬过去之后 看看你这个钢板的这个硬度如何 那状况是怎么样 然后颜色他们也把它弄出来 颜色弄出来说看这个颜色 会不会褪色 对会不会褪色会不会怎样 所以你知道他们等于是在这个地方 做了非常严格各式各样的测试 好那我说为什么 这个对这个Volkswagen来说真的是 不知道该怎么办 因为保杰我跟你讲 这个市车厂在新疆 它也是新疆劳动法的规定 等一下 我今天Volkswagen的车 我要跑到新疆去做这个车辆的试验 也不行 所以现在Volkswagen他现在知道糟糕 我搞不好这些车子 真的到你那边去跑的话 可能也是涉及到这个新疆劳动的 相关的问题 所以未来Volkswagen可能他就 我好不容易跟你盖了这个市车厂 那目前为止 我这个市场到底该怎么办 所以你看为什么这样说 你看这原本你看 这也是Volkswagen自己也写出来了 你看这个中国的这个 这个市铁 中铁市局 还有上汽 还有大众 他们携手发展的这个状况 那为什么要发展这个 所谓最大的市车厂 市车厂从空拍度是这样子 对那为什么要发这个市车厂 就说因为我们要响应这个 中国要怎么扶贫 要这个让这个很多偏远的地方就业 所以我们到这个地方去设了这个 那这个地方来 他们还招募了大量的维吾尔的民众 来跨区就业 所以这个地方有大量的维吾尔的 这个相关的民众在这边工作 所以他们还po了非常多文章 你看欢迎各组的兄弟来这个 这个中铁市局工作 就来这个地方工作 然后你看他们有非常多 跟维吾尔小学的这个 所谓助学计划 然后po了非常多文章 非常多照片 就现在这些照片 变成美国的铁针针的证据 你根本就是你在这个地方 你根本就是在这个地方涉嫌到 所谓新疆劳动的这个问题 所以呢 现在Volkswagen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我才说嘛 Volkswagen现在他也知道 而且你知道 你现在要在中美之间做生意也太为难了吧 而且我刚才不是说吗 Volkswagen说 我真的是违反这个禁令之后 结果不只是美国要查 现在德国政府也要查 德国说你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虽然是现在整个你牵扯到中国的问题的时候 就扁得非常尴尬 你现在真的里外不是人 所以现在车厂 现在大家全部都要 这个离开中国的原因 很大一部分就在这个地方 而且刚刚讲的 终于还做了一报告 是 他指控美国一些风险投资公司 你现在真的 跟中国军事监控有关的 他们也要全面撤查了 事实上目前我们之前不是说吗 美国封锁了中国的这个大部分的AI公司 像什么这个龙兴中科 或者说韩武技等等 完全都非常惨对不对 但是那是对你的封锁 但是现在美国要查什么 他要查这个所谓创投公司 他说你创投公司 你就好像投资非常多的这个 非常多的这个中国的这个潜在的 可能AI的技术 甚至高通公司 很多他们都完全查 有些美国现在不是只有差 我今天不要给你 你只要这些公司 你有投资到这个中国的这个 我可能认为说你可能AI 跟解放军相关 或是跟所谓的新疆人权相关的东西 我都要全部给你查封锁到底 所以说美国现在对中国的封锁 我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其的封锁 到底的一个状况 好 请回 另外一个 雷可以展现说 现在中国跟美国 关系非常紧张 是他现在在东亚这些地区 放了五艘航空母舰 对大家以为本来是以为三艘而已 其实不要忘了 其实在美国本土也就是说 靠近华盛顿州西雅图那一边 事实上还有一艘林肯号的航空母舰那边 还有另外准备过来可以取代的 那回去的就是 乔治华盛顿号的这个航空母舰 在太平洋放了五艘 整个在亚太地区在太平洋上面 美国总共摆了五艘航空母舰 那当然还有什么 还有这个他的两栖作战舰 也都在这里运作 那你可以什么意思呢 美国总共才11艘航空母舰 它就将近摆了一半 就在亚太这个地方 然后有些这个基本上在税修 所以看得出来 他在威什么 在威责北韩跟中国的蠢蠢欲动 因为不管在春节过年期间 或者在现在来讲的话 中国内部情势不穩 刚刚有提到中国内部 等一下 我很好奇 到底现在两岸之间到底发生什么事 现在东亚发生什么事 为什么美国要这样子大张旗鼓 是啊 那你就会看说 北韩跟中国做了什么事情嘛 北韩一天到晚都在试射飞弹不是吗 然后中国来讲的话就是内部不稳 为什么内部不稳 刚刚提到了 他经济状况不稳 然后现在他的出口都产生一些问题 内部来讲的话有很多 你知道每个城市 法拍屋是超多的 一天来讲的话 将近有1400户以上 每个城市平均下来都才如此 那民众已经没办法 那如果内部如果有一些任何 对习近平有任何不满的情绪 开始抒发的情况下 那解放军的动作 还有解放军可不可以用外部的 这个小型的冲突或侵略 来稳住内部的 以应用民主主义来这个巩固 以及团结中国内部呢 这些都是美国他所在意的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美国把大兵押阵在这个亚太地区 有它的道理 有它的作用在的 为什么呢 因为北韩跟中国真的 最近来讲的话 都是蠢蠢欲动 那就不要再讲说 最近来讲的话 隐习越南韩跟日本之间来讲的话 早就已经达成了很多一个 这样的一个协议 特别是在去年的时候 而且我觉得最可怕是 印太司令部的司令居然讲说 目前这个时间 是它从军以来 最危险的时刻 是 最危险的时刻 那因为特别来讲就是北韩 最近来讲北韩 不断的试射飞弹的情况之下 这时候这三个国家 美日韩 他们必须要赶快迅速的 将相关的情资系统 来用迅速的交换 你知道去年的时候 日本跟韩国 已经恢复他们的情资情报交换的系统了 那现在他们去年 也在大卫营跟美国三边之间 也达成共识 而现在他们的军方 就是已经在落实 共享数据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所以你看到最近这个华尔街日报 已经都提到一些事情 就是美日韩之间 在应对北韩的这个 这个飞弹危机来讲的话 事实上都已经 数据链都已经建成了 那其实台湾现在来讲 不是也在用什么 北约Link 22那样的数据链吗 其实也是要跟这些的数据链 全部都挂在一起 这样子的话 才能在第一时间掌握最新情势 然后应应北韩的一个危机 我们要见OpenAI在他的官网 公布了这个画面 看到我吓坏了 你现在看到这些照片 你看到这些影片 居然都不是拍摄的 居然都是你写了一段文字 这段文字它就可以生成 AI就可以生成这些影片 非常非常的真实 这个就可以了解 为什么中美之间 最激烈的斗争 已经发生在AI 还有 现在 你远离中国 倒向美国 才有获胜的机会 对 我跟你讲 你看到这个画面 你真的是会头皮疤吗 因为我 从我们资料给我的之后看 这都AI做的 全部都是AI的 全部都是虚拟的 全部都不是实体的 所以你心里想说 电脑栩栩如生 你又发现 它真的很厉害 它走过 你会感觉到它的震荡 它后面的烟 这些全部都是有经过 它的一个电脑计算 你说这个猫不是真的 对 这猫是AI的 而且你又发现 那个猫在动的时候 主人的回应 以及它枕头上的一些皱褶 这些竟然全部都是假的 所以呢 这口也是假的 全部都是假 它玩雪 然后雪地里面 然后那个雪怎么样去 雪花怎么样去分 然后另外一只口 怎么秤它 这个全部都是假的 但是它假的有够真 真到让你真的是毛骨悚然 我跟你讲 这些所有里面 我最可怕 最害怕是哪一个 东京街头 东京街头 那一个 它细致到什么地步 你想说 那也可能就是街景而已 这没有什么特别 它竟然细致到 连这个女生戴的墨镜 它墨镜看出去 都有那个照应 街景的照应 它可以细致到这个地步 那也是AI做的 全部都是AI做的 所以它的太阳眼镜 墨镜上的导影 是AI画出来的 全部 然后它就只不过 写了一段话 一个时尚的女性 走在充满 那个霓虹灯的夜晚里面 在东京的街道上 她穿着黑色的皮衣 红色长裙 跟黑色长裙 就这样 然后整个就生成 这部影片 走走看 你现在在东京街头 看一个非常时尚的女子 这个时尚的女子 只是有人在OpenAI上面 打了一段文字就是 这个文字写 一个时尚女性 走在充满温暖霓虹灯 跟动画城市标志的 东京街头 她穿着黑色的皮夹克 红色长裙 跟黑色的靴子 拎着黑色的皮夹 戴着太阳眼镜 涂着红色的口红 走路自信随信 街道潮湿反光 在彩色灯光照射之下 产生的镜面效果 许东西人 走来走去 我只是打出这个文字 然后这个影像动画就出来了 真的 这真的是让我觉得是太神奇了 因为她所有的一切 全部都是按照这样子去出来的 最重要是她连眼镜里面 导光都有 像这个也是 她只不过写成 镜头跟随的一辆带有 黑色车顶行李架的白色老式 那个行李车 然后在陡峭的山坡上 被松树缠绕着 然后加速行驶 轮胎扬起灰尘 上面是层侧的蓝天 和融融的云彩 就这样 这个影片就形成了 我写了一段文字 这个画面就跑出来了 所以这代表什么意思 保洁哥 代表我们以后都可以拍电影了 文笔好的人 你就可以拍出一个 所以我把脚本写好 影像就出来了 所以正式宣告 连导演都没有工作了 你看什么灯光那些 全部都帮你弄好 你看这个也是 她这一只大章鱼 也是假的 也是AI形成的 所以你就会发现说 它整还有这一只鸟 也是全部都是 这个更神奇 你知道它是写着 淘金热期间的 加州怀旧风格镜头 所以就看到有马匹 然后淘金热 所以一定要有河流 因为都在河流里面 淘金这些 然后呢 就会有一些小酒吧 有一些 所以你就会发现太惊人了 这都是假的 全部都是假的 所以保洁哥 你知道我们以前 有一部电影很厉害 就全面启动 全面启动不是有个造梦者吗 对 我跟你说 这个OpenAI以后下去 每个人都是造梦者 每个人都可以这样 你看这是什么 讲述30岁太空人 戴着红色羊毛针织 摩托车头盔的一个冒险历程 蓝天 然后炎末 这也不是真人 全部都是假的 所以你就知道 我跟你讲 如果这个世代来临 你根本虚实不分 你根本都不知道 什么是真的 什么是假的 而且它如果极致化的应用 它会应用到什么 你知道吗 比如说我养了一只狗狗 然后因为它死掉了 我很难过 我就可以用这样方式 然后就弄成一个栩栩如生的 你每天看着它 你每天跟它讲话 你会觉得它好像还在你身边 完全没有离开一样 所以这个一旦开启之后 它真的是 真的开启了另外一个世界 是让人家非常惊恐 但是又期待 而且更可怕的是 刚刚我们看到 我很喜欢那黄金猎犬 这黄金猎犬只是想说 一猫的 一窝的 金毛幼犬 在雪地玩耍 它们的头从雪地里面 探出来 等于说被雪覆盖着 我只写这一段文字 这个画面就跑出来了 它会玩耍 所以它们要磨蹭 它们要骑到上 所以你就知道 它对玩耍的定义 它竟然完全懂得 我们什么叫做玩耍 我觉得很可怕 它现在懂得 我们什么叫玩耍 然后再来 还有一个很可怕 是那个东京阶层 它也不过去打了一段话 穿过东京郊区的火车 车窗上的倒影 结果它就会出现一个画面 一个女生看着外面 然后呢 它看过 就是那个东京的 那个街道的一个倒影在 所以我觉得很可怕的是 比如说像这样的画面 一个出来 你怎么就这个 就是这个倒影 对 它就看到一句话 穿过东京郊区火车 车窗上的倒影 就这样 它这样可以完全有 那个倒影的感觉 天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世界 一旦开启之后 真的很可怕 因为真的 真的一个全新的世界 虚实部分的世界 真的也很新 而且刚刚讲呢 因为这个东西 它的商战已经开始了 国力的战争已经开始了 也难怪刚刚讲的 为什么OpenAI的这个创办人 还讲说 它要木七兆美金 来盖这些东西 是 因为它可以说 真的是盖出一个 完全跟真实世界 一样的虚拟世界 但是它更厉害的是 它完全跟现实世界不一样 比如说我们每一个人 都可以飞在天空上 我们每一个人 都可以有任何的奇想 你所有你想像老鹰一样 高空飞 你想要熊一样这样子 在穿梭 你想要跑得跟 这种比猎豹一样快 未来的世界里面 都可以形成 因为一旦你的文字下去 它就会帮你把画面给形成 难怪要花七兆美元 因为人类的想像力 就是要靠这七兆美元 构建出一个截然不同 但又栩栩如生的世界 而且我知道 我以前开始跑新火 你就知道 站对边是最重要的 你有天大的本事 站错边 你一样被覆盖掉 孙正义就是一个重要的 孙正义因为走上了 中国的列车 起来了 就被中国覆盖掉 它现在又起来了 为什么起来 它又站对边了 站对了AI的列车了 是 守得云开见月明 我跟你说 这深圳英文 之前我们还讨论过 好玩了 真的 2020 年的时候 它那时候亏到 它一堆要把ARM给卖掉 那时候就是NVIDIA 出400亿美金要跟它卖 它差点要卖 所以它那时候真的是要割掉 这一个肥肉 来卖掉 补其他什么滴滴车型 然后其他的那些亏损 它那时候亏到一屁股 它那个愿景基金一号 700亿美元 亏到我记得好像那时候 剩不到一成 这很夸张 它那时候差点赔到 连基金都要卖掉 还好 谁救了它 英国政府 因为他们那时候否决了 这一个后来它就守住 守住之后 果然这个ARM到最后 就因为跟NVIDIA搭上关系 成功切入了AI 现在所有的NVIDIA相关的晶片 全部都有ARM的架构 所以这在这个未来世界里面 是最大的利益 这也是为什么NVIDIA 几乎都会采用相关的 都是采用ARM的架构 最重要的关系 所以现在 人家这个日本相关的报导 就讲到说 这个软银的孙正义 又开始展开微笑 而且它本来从一个感觉上 它最后一个投资 可能是一个落魄的身影而下台 没想到现在华丽转身 成为另外一个非常风光的下台 另外我们讲说 中国日本 日本股市不断的现在创新高 在日本股市不断的往上冲的时候 有一个公司 也是非常旺 就是丰田 丰田才发现 原来 不是只有特斯拉 丰田现在坐车子 也几乎完全自动化 而且完全AI化了 对我们来讲丰田 丰田Toyota 原本是亚洲第一家最高的市值公司 但是因为电子关系的关系 所以呢 Samsung超越了它 台积电超越它 但是呢 它在过去半年六个月 涨了几% 44% 涨了44% 所以它现在要把Samsung给压下去了 它现在已经超越Samsung了 现在来讲的话 它的市值是11.52兆的台币 为什么呢 现在一个老车厂 最近又可以让咸鱼翻身 其实也是跟上了这个AI的意思 有吗 对它跟上去了 而且它跟辉达合作 对它找了非常非常多的人 大家都会觉得说 日系汽车就是职人精神嘛 然后工厂一成不染 但其实你现在去Toyota的工厂看 全部都是机械手臂 你这样看过去 你几乎看不到以前的员工了 以前你看到的都什么 戴一个白色的帽子 然后呢大家在工作 整个画面你看 都是机械手臂 然后呢人只要来做一个审核 人只要来做一个操控 他把所有东西都上到哪里 Google Cloud 他把所有今天你的产线上面 你车间里面 所有的季节都上到Google Cloud 所以呢第一个 他的人力减少了非常多 然后呢他精准度非常非常的高 以前呢你用人工去做那些事情 很多地方你是进不去的 高温高热 你不用去车中 但是机械 机器人就没有问题 就可以直接打进去 这个是在他工厂车间里面 另外来讲的话 他还跟谁合作 NVIDIA 你想要跟辉达合作 不管你的合作内容是什么 你股价都是先喷一个再多 NVIDIA帮他们做他们特殊的一个晶片 然后呢再去找另外一间公司 叫Ready Robot 来做这个机器手臂 所以呢你当你人工还在想 我要怎么去调整的时候 NVIDIA帮你把CPU都做好了 帮你把晶片都做好了 然后你直接去进行了一个操纵 你每一次你做的一个到底好还是不好 他都可以及时回到云端上面 然后呢进行全新的一个调整 因此他现在来讲的话 他的产量是越来越大 而成本呢却是越来越低 然后呢他们的这些量力呢 却是越来越好 当大家都还在看Tesla电动车的时候呢 丰田他回头把生产线的东西给弄好之后呢 他的股价就已经上了 因为他知道说你站对了地方 你跟NVIDIA合作 你的未来就是无可限量 而且现在老天爷帮忙 就是因为最近是极单气候 极单气候有变得很多很多冷 对 就在中国在很多欧洲地方 他们怎么办 他们车子开电动车 对 开着开着没电了 对 当你没办法充电的时候呢 电动车的操纵站就变成停尸间 当那些车子你进来 然后呢大家在里程焦虑的时候 你都没办法 但是呢丰田他就回头 去把他的生产线给他弄好 把他优化好之后呢 这些AI帮助他非常多 然后呢其实他们Hoyota 还做一些他们自己的机器人 他做了一个机器人 他找了一个投篮的高手 然后呢来做这个投篮的机器人 对 他做了一个机器人 然后呢他在胸前 在Toyota这边呢有感应器 眼睛呢 其实他是有个镜头的 他去跟投篮灌篮高手一样 他去投篮 这个东西他觉得说奇怪 Toyota没事去做一个机器人 来投篮干嘛 其实他来做的东西 就是来对标Tesla Tesla他的这些镜头 全部看到镜头之后 可以生成一些人像 他们用这个方式 他可以自己去投篮 然后呢自己去调整 未来也可以放到他的自动驾驶上面 所以呢其实封铁在很多部分 很多部分 他是一直去努力去做的 而且最重要最重要 所以有得跟AI有关 对 只要占到AI 不管怎么样 股价先喷了再说 好 所以董事长 你曾经讲过 中美的战争最后 AI是最后一领位 像我刚刚看到的 慧珍介绍的影像 都把我给吓坏了 OpenAI的基本原则 就是它可以产生的东西 所以我们现在想着 这个Chain的GBT也是一样的概念 它有好几个版本 已经在开始在行销 OpenAI是在科技界 有史以来第一家公司 在一年内开创业绩十亿美金 从来没有人有开创过 那么高的业绩 它已经开始在 它的商业模式已经在收费了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Demon 它在展示 但是实际上它已经在提供 各种不同的服务 换言之讲有很多 譬如说有很多创意公司 就会委托他们 因为讲简单的 Chain的GBT来讲的话 它就是个文字接融 我们现在要讲 我们现在丢一堆文字进去 那根据你的大数据跟文字 它会把你变成一篇文章 或者把你纠错 这个现在目前就是靠它的数据 跟它的演算能力 我现在讲一次再重复一下 就是说把这几个条件 有文字的条件 有声音的条件 有画面的条件 它都可以自己去帮你组成 这个OpenAI两个发展路线 第一个发展路线就是说 它可以做这种所谓的万用型的AI 非常大型的系统 所以你看到黄文勋 跟他开始有不同的概念 黄文勋说 你把GPU来做基础 来创造的平台才是正办 可是这个OpenAI的执行长认为说 我用7兆美金去打造一个新的一个 AI的一个环境出来 或是AI的这些演算的 演算的这种设备或平台 那这两个不同的路径的思考方式 可是在这个思考方式 大家都所以投资界就要开始思考 哪一个是对的 一种就很简单 你先用功能导向 我现在马上做出东西对不对 你现在看到画面 我现在做给你看了对不对 所以马上有很多所谓的 边缘性的这个AI产品就出来了 立刻可以收钱 像现在开始收钱 帮你演算 帮你做服务 另外一种就是很简单 就是他现在OpenAI的想法 我现在做一个万用型AI 我这个平台做起来之后 你所有的演算都丢进来 我同样可以帮你做出来 美国国务卿布林克在一个国际场合里面 他讲了一个非常耐人寻味 而且让中国跳脚的话 他说在国际体系里面 如果你不坐在餐桌上 你就会出现在菜单上 而中国的解读就是 人为刀主我为鱼肉 难道现在美国认为说 你如果跟我美国结盟的话 你就是刀主 你如果不能跟美国结盟的话 你就会是鱼肉吗 而这个鱼肉现在就是剑指中国吗 我们看到在中美大对抗的时候 那就是一个共一列的分裂 就是要把这个世界分成两个体系 而这个两个体系 现在已经越来越清楚了 我们可以从一家公司NVIDIA 现在股市又大涨 它的股票大涨 代表它有这样的市场 代表现在在AI未来的领域里面 有非常强大的需求 而这个非常强大的需求 代表整美国供应链里面 包括日本 包括台湾 我们现在都搭上 这样的一个顺风车 但是另外一边的中国 在AI这个领域里面 可以说是被完全压制 所以我们当要跨越到了下一个世代里面 当我们要跨越到另外一个新的境界里面 现在中国的这个集团跟美国的集团 难道真的已经出现落差了吗 而这样的一个落差 真的就回应了布林肯讲的这句话 在国际体系里面 你不坐在餐桌上面的话 你就会出现在菜单上面吗 未来的AI世界已经铺天盖地而来 而美国正要冲向那个新的世界 当美国要冲向新的世界了以后 中国停步不前 姐 我跟大家讲 事实上如果现在这个态势 如果没有改变的话 大概五年之后 中国的科技可能会落后到全世界 可能五年以上的时间 全世界 不是落后美国 是全世界 为什么 事实上布林肯最近被问到说 那你跟这个中国的竞争关系是什么 他就说在国际体系中 如果你不坐在餐桌上面 你就会出现在菜单上面 他说中美关系就是个丛林法则 所以我们要用所有的方法 去打击中国的这个竞争力 丛林法则都出来了 所以你知道他们现在就是 组建一个所谓供应链体系 还有科技体系 完全把中国排除在外 那你知道这个排除在外 对中国影响多大 我们就讲一家公司 这家公司叫做黄仁勋的NVIDIA 保持人他今天早上公布他的财报 他的财报赚122亿上一季 那去年才赚20亿 现在赚122亿 所以差太多了吧 为什么 因为他因为AI大爆发 他这个赚的太多钱 太多人跟我买这个AI的晶片 全世界你只要跟美国做生意的 你全部都可以买 日本可以买 台湾可以买 任何国家 就只有中国不能买 好那中国不能买 那到底影响多大 你看黄仁勋这个AI公司串起来的时候 你看现在一堆跟着他 Meta Google 全部都在扒着他 跟他要这个相关的这个晶片 好那年代的 因为他的晶片卖得很好 台积电做得非常好 所以台积电 我们今天台股创下历史新高 事实上跟黄仁勋的NVIDIA 有非常大的关系 也是AI概念 对好那还有另外一个 日本 日本今天也创历史新高 为什么 因为黄仁勋的那些晶片 做出来后很多AI伺服器那些 全部都要用到日本的 机器设备一大堆 所以日本也创新高 所以等于是说 在黄仁勋这个 美国AI体系的领导之下 现在出现一个完全 跟中国不一样的格局 那中国刚刚好就被排除在这个 深层式AI还有AI世界之外 所以是说我们今天只是看到的 新闻说NVIDIA大涨 NVIDIA今天大涨的两倍多 你说你看到不是这样子 看到是这个AI的大军 以及形成的 AI的世界已经形成了 而且这个AI的大军 除了刚刚讲的 他的Meta 他的这个所谓的微软 包括他的Amazon之外 这个大军在后面跟着 都要进到了新的AI世界 台湾跟日本也都受惠了 但是既然像中国 你的百度 你的阿里巴巴 全部停滞不前 没有错 中国还是可以买得到 但是问题是保佑 我跟他讲 现在下一代的这个黄仁勋B100跟H 跟B200 准备在下 这个夏年度就推出 他的运算能力 是现在中国能够买到了L20 H20的15倍 所以等于是这个国力 这个运算力差距之大 是你无法想象的 那这个时间 那个差距会越拉越大 所以我跟他讲 不出五 如果中国还是继续这样 不出五年 他的科技搞不好 会掉到全世界的尾段班 那这我绝对不是开玩笑 为什么 我跟他讲 现在到底META 你又想到 他们到底在这个 这个买这么多晶片 你买这么多干什么 我跟他讲 我跟他讲 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我们讲自驾车 大家都想不想开自驾车 想开自驾车 好 那我们讲 自驾车你要训练 它能够完全上路的时候 需要多少 这个影像行程 你知道吗 第一个 我们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我看到路上的时候 这个路是雪地 是一般的路 你就完全要判断非常清楚 这有不一样应对方式 走出来的人 是小孩子 是狗 是球 是老人 是小孩 这个完全都不一样的应对方式 我都能判断 你要在千军逸法之际 你要判断得出来 而且你要能够做 对应的这个方式 这个都要训练得非常久 现在特斯拉就是买了 大量的这个 NVIDIA晶片在运算 好 我跟你讲 特斯拉现在可以运算得出来 我问你中国能不能运算出来 不能 他只能够有 他的七分之一到八分之一 以后还会拉距到十五分之一 他怎么有可能 他现在电动车一定都有出状况 所以到最近 中国电动车发生什么事情 他们有什么 标榜说 我可以一按一键 就可以自动停车 结果发生什么 我一按自动停车的时候 那个驾驶人再看看 他居然要停到一台 已经有人停的位置 要撞下去了 是现场这个驾驶 赶快踩煞车 不然就撞上去了 那路边 他们路边发生很多事 就是他们在测试 他们在研究室里面测试的时候 他们的车不断的撞到假人 不断的撞到假人 就是他没办法判断这么多 所以我就讲 如果他们继续这样的话 不出五年的时间 他绝对自驾历史 你看他们就是这样 所以你说 差一个NVIDIA的晶片 差这么多 不出五年 他绝对自驾车会被 击溃了非常惨的一个状况 好可怕 他们现在就是这样一个情形 好 那说什么 零售业也是一样 现在我们你看过去以前 中国零售业都说我们很厉害 现在中国零售业已经慢慢落后到全世界之后了 落后 为什么这样讲 你看现在我要一只手表 我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我只要拍一下之后 他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手表卖多少钱 什么地方 你可以买得到 怎样怎样我都可以知道 甚至你看一个家庭 我有时候去买沙发 不知道多大的时候 我只要有这个我们家的照片 然后我就可以 他就可以跟我说 那你这个尺寸大概是多少 我都可以帮你测量非常清楚 这都是 所有都是用AI运算出来 中国在没有这些东西 你几年之后 你的运算力跟人家差多少 所以我要进到新的世界 进到AI的世界 我一定要有很多最强的晶片 难怪我今天看到一个 是把我吓掉 Meta 他们居然买了多少 H100 这个晶片 那个非常非常贵 买了35万张 对 没错 实际上不只这样 这个所谓特斯台说 他买10万张 那我跟你讲 我们刚才讲的是汽车业 未来还会差异在什么地方 金融服务业 还有医疗保健业 特别是医疗保健业 什么叫医疗保健业 我们之前也不是有讲过说 有一个华生医生 就是电脑他这样帮你运算 我想以后根本不需要 以后你只要用AI运算之后 他可以看着你 他就可以知道你所有的病症 他可以判断得更清楚 这都要大量的运算 大量的速度 问题是中国他有大量的资料 他有很多资料 但是没办法运算 运算力就是少了那么多 所以我再跟你说 这个差距会在未来几年 会差异的非常非常巨大 而且连胡锡进 他这个胡叼盘 他看到这个状况 他说看到了美国AI的发展 看到NVIDIA的发展 他说他心神不宁 对 为什么他心神不宁 笑死我了 Chair GBD不是发表了一个 就是他们的过去语言生成模型 用你输入文字 或者说我跟他对打这样的方式 因为最近他又推出一个叫SORA SORA是什么东西呢 保洁姐 他可以拍成一个影片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影片 就是SORA拍的 他可以拍一个 约莫斯在隔一分钟左右的影片 这都是假的 这都是AI形成的 这都是 你给他一个场景 然后他形成一个影片 而且这个影片是这样 你可以360度回旋 任何角度你都可以看得到 就像这个 他看到了 胡锡进看到了 他吓到了 他说这样 这的确是爆炸性的这个发展 美国OpenAI公司 今天发表的首个 这个视频模型叫SORA 让老胡看着这个所谓的电影 都有点心神不灵 为什么 因为目前为止来说 这个等于是 未来所有电影都可以用这个深层 而且我跟你讲 这个差在什么地方 中国现在绝对没有办法做到这件 为什么没办法 因为他没有那么大的运算能力 这个运算能力要多少 你看 他们中国的搜寻影就是说 要能够连接到100万个GPU 就已经令人吃惊了 他们要连接到1000万个GPU以上 你说NVIDIA可以连接到1000万个GPU 他们要这么大的运算力才能够做出这样的东西 那请问你中国有这样的能力 没有 所以还可以说 所以为什么老胡会看着心神不灵 他自己 他其实对科技业并没有那么懂 可是我相信明年的人一看都看得出来 所以你说中国现在要连接100万个GPU 他们都做不到了 可是现在你看到的美国 他们已经可以连接到1000万个了 你可以看到这是其他的 其他的几个影像处理的时候 这个大家都差距非常非常巨大 这个真的是相当一个相当巨大 那我们不要讲中国 中国现在没办法嘛 所以你看现在中国整个这个制造业 你看包括说韩武器 它目前为止就非常差 因为整个AI相当糟糕的状况 甚至我们就讲 所以你说在中国的AI产业 对 全部都垮台了 甚至我们就讲嘛 事实上这个测试里面来说 他们的测试 这个常常就压到假人 那甚至因为整个中国目前为止来说 不是只有AI这个晶片弄不到 他们很多晶片也弄不到 所以到最近一段时间 中国的整个AI的这个 中国的这个电动车 也是发生非常多意外 发生爆炸自然 一大堆的这个现象都出现了 真的告诉你什么 因为你缺晶片 被美国封锁的这个状况之下 中国目前的国力 真的是慢慢落后 在全世界的秩序之外 你慢慢慢慢的落后的时候 有一天 你现在或许 还没有在菜单上面 但是在几年之后 或许你就真的会出现在菜单上面 所以你说中国现在 已经被逼着离开餐桌 被逼着离开AI的餐桌 所以才说 布林肯说完那句话 值得中国好好的深思 好 总部长 你说你同意四中讲的 今天NVIDIA大涨 等于说 它的整个市场 已经完全大开了 大开代表这个AI的市场 AI的未来真的迫在眉睫 真的已经来了 来了以后 再去对照布林肯讲的 在国际体系里面 如果你不坐在餐桌上 你就会出现在菜单上面 这两者是勾连在一起的 当然勾连在一起的 现在很简单 全世界都进入AI的时代 对不对 那AI的时代 我们现在看到 全台湾现在做很多公司 做很多AI server 那AI server 里面装的是什么样的晶片 什么样的晶片 就是GPU GPU是什么东西 A100的GPU NVIDIA的GPU 是全世界 现在最珍贵的GPU 你刚刚已经提到一项 META就是现在 Google的META 他们现在今年一月份宣布 他们现在库存的A100的GPU 将近有35万片 35万片 那35万片 现在这个A100的牌价 目前一片是4万块钱美金 假设我们打对折来算的话 大量打对折 大概这个光是今年 他做META的生意 黄云鱼NVIDIA 就可以收入70亿美金 所以他今年获益122亿美金 这没什么了不起 去年是20亿嘛 所以我现在讲一次 这是一个例子 你可以知道 所以它有多少的Cash Flow 它是大量的现金流 但是同样的A100跟NVIDIA的产品 美国政府是对中国什么态度 完全封锁 完全禁止封锁 不准销 不准销售给中国 给任何一片晶片销售到 而且当时NVIDIA还想赚中国的钱 因为中国占整个NVIDIA市场20% 我舍不得放掉 我舍不得放掉 就从A100H100变成A800H800 你连这个都不能给中国 现在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 已经变过去式了 因为今年业绩现在估算的话 已经超过了三倍 对 所以这一块暴涨的业绩 吃掉中国了 已经完全cover的中国所有的 无法供应这部分的缺口 中国是你看你要反过来看 中国就很惨啊 因为你现在没有买到这个GPU的话 对 你看META Google的META宣布说 我们现在手上有多少 35万片 它当作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安全的一个存量嘛 对 然后呢 NVIDIA现在在发展什么 NVIDIA现在目前已经宣布 他们在发展B100嘛 下一个世代的 你看要准备推出来了 对 那你在下一个世代推出来 同时你现在META还库存35万片 表示什么东西 大家抢时间嘛 我不等你下个世代出来 因为一般新产品出来 会跟你讲的旧产品的销售啊 但是没这回事 我先干了再讲 先抢再说 那我请问你 那这个时间就是半年跟三个月而已 那中国在干什么 中国傻眼啊 中国通通都没有啊 买不到这个NVIDIA的产品 就是A100也好 或是H100 他买不到嘛 买不到的情况之下 你AI的伺服做不出来嘛 你没有AI伺服的演算能力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发展AI嘛 那另外一个 我们有看到上礼拜谈那个消息 Open AI要准备集资多少钱 七兆 七兆美金 专门做什么 他专门做 For AI的这个 这个晶片嘛 对 那取代谁 那取代A100跟未来发展的 取代NVI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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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换言之讲 你反向思考 是不是NVIDIA 现在目前的价值 有一个人要拿七兆美金 来跟他竞争 你价格多少钱 你的行情多少钱 你现在我要拿七兆 才能跟你拼啊 我打对折都有三兆五 他就是有七兆的行情嘛 这么简单 所以NVIDIA 是世界第一的公司 毋庸置疑 AI里面 他已经是领导 第一名的领导品牌 就换言之讲 当OpenAI这个计划 没有完成以前 这个之前所有的市场 全部是这个黄晶勋 一个人毒吃嘛 对 而这个东西一片 也不会去中国大陆 这才可怕在这里 你知道吗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那这个科技的代差的落后 就会变成落后到好几个世代 然后这是中国大陆 所面临到的一个窘境嘛 那所有全世界 你刚刚 我们刚刚提到的嘛 只要在所谓的民主的 美国有关的股市 通通都开始在暴涨 跟黄晶勋有关的 跟NVIDIA有关的 通通暴涨 对 包括日本啊 韩国啊 包括印度 印度涨得不得了的涨 然后台湾 但是你反过来 你看香港 很惨 你看港 互升股市 全部在跌啊 全部在跌啊 而且什么时候会涨回来 不知道 没有能力嘛 然后你看到习近平 现在泡在什么事情里面 还在处理他的房市嘛 他的房地产 跟他的年轻失业率 对 现在公布出来了嘛 现在也 他就布上日本的落后 消 通缩 这个LOS的30年的这个窘境里面 他只要五年 不要只要五年 五个月 这个国家就完了 这个就五个月 你的竞争力就没有了 对 所以如果AI的失去现在 所以开始大爆发的情况之下 而中国赶不上这一块的话 就刚刚好就是布林肯讲的 你就变成菜单上的国家 而不是餐桌上的这一卡 这个事情中国现在面临到这个考验 而且他们最近公布一个新的法令 所有的房地产的事情 所有的处理 开始由习近平亲自指挥 亲自处理 从昨天开始 亲自处理房地产 然后这个时候来讲的话 要国家另外一个新的困难开始 因为他们没有钱 没有资金来处理这些烂尾楼 处理这些 这些所谓保障房 完全没有办法处理 他们现在遍临到一个窘境 要用社会主义的方法 来处理他们的房地产的问题 那是一个 等于说是一个 往时代一个倒退的 大倒退的开始 这个非常恐怖 好 会认 刚才讲说 其实布林肯这句话 比我们想象来的更羞慧 也就是在国际体系里面 你如果不坐在餐桌上面 你就会出现在菜单上 现在我们看到只是说 NVIDIA看到的是AI 看到的是先进科技 看到的是高速运算 你说没有 现在美国对中国的压迫 连你的基础工业 我都不放过底 因为今天刚刚讲的 童子以前讲 现在中国 他说十年 他说未来五到十年 中国现在 还有七成的制造业 会离开 现在在越南 对 因为苹果已经在越南 大幅度的招兵买马了 是 其实呢 童子以前讲这个话的 一个前提是什么 你知道吗 前几天嘛 中国公布了一个数字 既然2023年 外资到中国投资 叫前一年年减82% 年减82% 只剩下330亿美元 而且是30年来最惨的状况 所以呢 没人去投资了 没人去投资 所以童子以前讲这个话 其实是保守的 因为他说 未来五到七年 有七成的外制造业 会离开中国 可能时间会比 童子以前想的还要来得快 为什么 因为包括以苹果为首的 相关供应链 整盘都关去了 关去哪里 其实第一个地方 就是到越南 你知道吗 他们现在预估 苹果不是包括富士咖 包括鸿海 连自己合作 都有到越南 已经开始这边布局了 因为都是他的 苹果的代工厂 连立序 中国自己厂商 立序 也到了越南去 而且你知道 立序在越南 他们现在预估 今年要增聘 4.75万的越南人 而且因为现在 全所有的工艺商都去了 他们说 这两三年 抢人抢到什么地步 现在连越南国小毕业 他说不要紧 你来我给你打 所以你就知道 整个制造业 离开中国 现在不仅是进行式 而且可能步伐越来越快 而且你想说 中国现在糟糕是刚刚讲的 现在外资投资 减少了82% 等于没有人要进来了 我钱没有人要进来 刚刚讲 我现在制造业工厂要跑掉 更重要的是 他的有钱人也跑了 这条新闻是真的还假的 马云的老婆张英 张英 张英居然跑到新加坡的达斯敦路 一口气 买了三栋楼 是 为什么这个新闻 是Brunberg一个非常重要的新闻 因为他们买了这个楼是老宅 是当地等于是最富贵 最有钱的人买的这个地方 而且它有一个特点 它的特点就是 它是那种类似透天 三栋连在一起 一楼是地面 二三楼 等于是说是老有钱人 才会去买的 然后它这个地 是我们都知道 新加坡的地 你只有租赁权 它这个地的租赁权 九十九年 即使是 它现在是买二手的 它现在还有六十几年 所以简单来讲 这个非常直接 你知道花多少钱 所以说这个是欧贵的人住的 对 然后你知道它这个 花多少钱买吗 十亿 相当于十亿台币 所以一出手之后 大家都吓呆了这个 可以是说是新加坡最繁华 真的是最有钱人住的那一区 所以这个新闻一出来之后 想说 连马云都跑了 跑到新加坡去 他们现在据说传出来是 马云要把它变成是 所谓的私人招待所 那你也知道 私人招待所是什么意思 就是越来越多 我认识的亲戚 我认识的朋友 都要来到新加坡 可是中国很自豪说 我还有电动车 现在中国的电动车 不是世界第一吗 它的这个所谓的 这个比亚迪 不是把这个特斯拉 都打趴在地上了吗 是我们也认为新加坡 这个中国的电动车 应该是很厉害比亚迪 把谁打在地上 结果现在有个数据出来 在这边马云 你看 马云你转到驾驶 是什么 炸弹 现在整个电动车 被视为是个行动的炸弹 你看那一台车 没做任何事 停在那边 太夸张了吧 自然 他们现在公布出一个 叫做 2023年第一季 中国的电动车自然率 增加到32% 自然率增加到32% 你会发现很可怕 现在中国电动车 宛如行动的炸弹 它根本什么事没做 它停在那边 它就会爆炸 然后爆炸之后 那你赶快消防人员 来救它吧 扑灭不了火 因为电动车非常难灭火 所以你看 你看 这个车 你看 对 电车 起火了 它甚至不在马路上 它是架空 它架高 它在干嘛 它在充电 连这样 在充电车也会自然 所以他就说 而且水完全不能扑灭 完全灭不了 你看 连摩托车 电动摩托车 你没有发现一件很诡异的事情 这些车子都是禁止 没有在动的 所有连没有在动的电动车 都会自然 你说这会给它洗澡 真的是更荒谬 那一台车已经在自然 对不对 真的消防车要来灭它的火 对不对 结果你的灭火的管线 竟然漏掉 坏掉 水就这样洒出来 那一头的火一直在烧 这一头要救的水 却没有办法 连那个水管都没办法接上 所以他们就说 这证明了什么 Made in China 所以呢 非常烂的中国自制的一个灭火的管线 竟然连接都接不上 就让那一台车 眼睁睁看那一台车 烧到光 所以他们就认为说 这中国的制造品质 真的是令人堪忧 好 铁卫 你是学过去政治的 秦田布林肯讲这句话 有底气吗 真的是充满凶狠的味道吗 你知道我们从1648年开始 威斯巴利亚体系开始 到现在 其实各国讲求是什么东西 就是国家平等 其实今天环球时报 第一个出来先批斗 布林肯人这句话 他说你这个根本就是社会打尔文主义 你说中国马上反 对 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中国开始担心了嘛 我们先怀疑那个现场是什么 在慕林肯会议的时候 其实主持人在小组会议当中 布林肯还有德国外长 还有印度的外长 都在同一个小组 那时候主持人就问他说 你们现在不是中美竞争吗 那到底哪些是你的朋友的意思 这时候布林肯就讲出这句话 就告诉你说 如果你不是在餐桌上 你就是会在菜单里面 那什么意思呢 他其实告诉全世界说 不管你是哪一个国家 你要把跟我站在一起 那否则来讲的话 你有可能就上菜单 就变成被人家分割的这个对象 那为什么中国会那么紧张 因为他认为说以往来讲 美国的世界观 特别是民主党执政的时候 是有可能国际合作的 我们还有那个合作 不是只有在斗争而已 还有合作那一环 结果今天 从布林肯嘴巴里面讲出一个话 代表中国对这个幻想已经破灭了 美国不可能跟他合作了 因为在竞争的关系当中 只有斗争而已 存在斗争 因为布林肯讲的话是 现实主义的语言 他不是理想主义的语言 而且他讲说那是丛林法则 对 这就是你知道 我们在国际关系当中 讲的是一个无政府状态 他丛林法则 大家都是什么 追求最高至上的power 权力 然后来斗争 现在美国要确保什么东西 AI最高 最大化 而且是最优秀的 这时候才能跟中国来斗争 那其他国家 现在你们看的 因为他讲一句话 布林肯后面又讲一句话说 我们已经做到我们最好的那一块了 其他你们等着自己看吧 看着办吧 意思是说你们自己靠过来吧 我也不会去求你说你要选择 到底是中国还是选择我 你基本上你就自己靠过来 因为我们已经做好最大的表现了 那布林肯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全世界最好就站在美国这边 没有什么选择的问题 因为这个选择 没有说从中国跟美国之间选择 因为你只有一种选择 那只有选择美国而已 他的讲话的意思说 全部大概都是他的门帮的意思 那这也是符合什么 拜登讲的所谓的democratic alliance 就是民主联盟的这个概念 那为什么要这个 因为团结力量大 一起来斗争中国 这就是布林肯最大的这个愿望了嘛 所以今天从布林肯嘴巴讲出来 中国为什么用环球时报 胡锡进或者是所有官媒 全部都跳起来了 因为中美之间没有合作的空间 好 一分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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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